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10月11日凌晨 乒乓球亚锦赛男团决赛落下帷幕 国兵男队在半决赛击败老对手韩国队之后 昂首闯入到了决赛 终极一战遭遇到了台北 本场决赛梁敬坤表现糟糕 好在临时洞依旧稳定 王楚钦也独得二分 帮助国兵三比一加冕男团冠军 在冠军争夺战 王楚钦继续担任第一单打 首场就遭遇到了台北的小将高承睿 为国兵取得开门红 仍然是大头此战唯一的目标 本场比赛球迷明显可以看出来 介入佳境的王楚钦 在攻防两端的表现越来越无懈可击 清楚自己综合实力处于劣势的高承睿 在首局比赛开打后 就利用自己的发球变化 连续造成了王楚钦的失误 也如愿取得了2比0的开局 在大头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之后 高承睿继续在发球轮次做文章 揭发街后坚决地反手抢拉 让他再次取得了5比3的领先 虽然王楚钦发力后 再次抹平了分差 但高承睿在6平后 通过判断大头的回球落点 提前移动果断侧身正手暴冲 重新掌握住了主动权 不过在王楚钦增加自己回球的线路变化之后 彻底在攻防两端压制住了高承睿 并且在相持阶段 用高质量的连续正手暴冲 打得高承睿节节败退 以11比9逆转取得了开门红 第二局比赛 高承睿还是想要利用自己的发球 在王楚钦的反首位做文章 但是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顶尖高手 大头通过首局的较量 已经摸清了对手的技战术打法和套路 这一局明显加强了自己反首小三角的防守 在破解高承睿的主要得分手段之后 大头也在开局就打出了气势 早早取得了5比2的领先 尽管高承睿在加强搏杀后 几度将分差追到了只有一分 但王楚钦没有给他机会 轻松以11比5再赢一局 被逼入绝境的高承睿 在不能再输的第三局 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搏杀 开局之后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紧摇比分和王楚钦打到了三平 但是在大头发力后 连得二分直接5比3打停了高承睿 在场边暂停调整之后 高承睿重返赛场 增加了自己的弱点变化 但是效果并不好 仍然在攻防两端 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这也让王楚钦轻松将优势 保持到了最后 以11比6锁定了胜局 在王楚钦祭败高承睿之后 国平男队在这一场冠军争夺战中 取得了大比分1比0的领先 第二场比赛 林诗栋将披挂上阵 第二盘 国平没有坚持让半决赛 担任两单的梁静坤上场 而是改用状态更好的林诗栋 出马迎战对面的头号主力林云如 两人9月才在WTT澳门冠军赛上 有过交手 当时林诗栋3比0大获全胜拿下 所以在心理上有绝对优势 两名选手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上 一共交手了两次 小石头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这也让他在心态方面处于优势 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林诗栋延续了此前进攻端的坚决出手 面对同样以反手见长的林云如 小石头的反手快思不仅速度更快 而且力量也要更强 占尽优势的林诗栋 也逐渐在中局阶段 建立起了6比3的领先 虽然顽强的林云如 通过落点的变化 一度将分差追到了只有一分 但林诗栋没有给他逆转的机会 以11比7先拔头筹 顺利拿下第一局 让林诗栋的心更加定 第二局比赛虽然林云如 在主动调整 想要用落点和节奏的变化 去限制住林诗栋的上手 但坚持自我进攻为主的小石头 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开局就连得三分 在气势上压制住了林云如 为了改变自己被动挨打的处境 宝岛一哥开始在前三板疯狂搏杀 虽然也成功缩小了分差 但是比赛的主动权 一直被林诗栋牢牢掌控 也轻松以11比7再赢一局 第三局林诗栋遭到对手的顽强冲击 以8比11败尾 第四局林诗栋再次落后 反超比分 随后再度被林云如追平 紧接着10比8领先错失两个赛点 好在随后一个反手进台快带 一个正手抢攻后12比10拿下 由此而为国拼拿下第二分 林诗栋3比1林云如 第三盘国拼世界冠军梁敬昆 在1比0 2比1领先的情况下 2比3被台北选手黄彦成逆转 决胜局挽救三个赛点后 错失自己的赛点 两队由此而战成2比1 本次亚锦赛梁敬昆的状态并不理想 尤其半决赛0比3不敌韩国选手安仔贤 甚至单局紧拿1分 状态非常不理想 不过相比于曾夺得士兵赛南丹继军的安仔贤 台北选手黄彦成的实力并不出众 所以普遍认为 这场球梁敬昆取胜的难度不大 比赛开始后 梁敬昆上来便连得6分 迅速突破对手的防线 不过后半段调整战术成功 在正守卫压制黄彦成后拉开差距 随即以11比7拿下首局 第二局梁敬昆的失误较多 而且在反守卫背对方的搏杀打乱阵脚 随即以7比11败尾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三局梁敬昆状态神勇 完全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 最后仅让黄彦成拿到1分就结束战斗 由此而大比分2比1领先 胜利在望 然而第四局梁敬昆再次陷入被动 虽然开局一度领先 但很快便5比9落后 紧接着奋起直追至9比9平 却未能一鼓作气翻盘 在丢2分后以9比11败尾 比赛由此而被托入决胜局 第五局梁敬昆依旧在场上比较低迷 主销链王浩随即叫出暂停进行调整 回到赛场后依旧战术模糊 随即被对手再次领先比分 面对胶着的战况 梁敬昆再度追平后被擦网干扰输球 很快又出现落后情况 紧接着正手拉球失误 反而7比10落后被对方拿到赛点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 梁敬昆咬起牙关连锥三分扳平 随后11比10反超拿到赛点 但最终还是以11比13败尾 由此而被黄艳成逆转扳回一分 第四盘双方一单终于有机会交手 然而王主钦在首局的表现却极其不理想 很快便被对手持续突破 结果以1比11败尾 紧接着第二局又以8比11败尾 由此而大比分0比2落后陷入绝境 再输一局就将丢分 第三局王主钦背水一战 再次与林云如打得难紧难分 直到八平后才终于拉开差距 以11比8惊险扳回一城 随后第四局王主钦7比10落后上演大逆转 连追5分后以12比10翻盘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随后林云如心态崩盘 开局便连丢7分 王楚钦抓住机会乘胜追击 最终以11比4结束整场比赛 国平由此而总比分3比1战胜台北队